接下來就要開始教一個一個的常用的鹼 第一個叫做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平常會做成顆粒狀 我們棒的實驗就是顆粒狀 然後有人會做成一個棒狀的 它有兩個俗名 一個俗名叫做顆性鈉 因為它有腐蝕性 一個俗名叫做燒鹼 因為它溶於水會放熱 大量的熱 會摸起來熱熱的 所以叫燒鹼 所以請記得氫氧化鈉有兩個俗名 一個叫顆性鈉 因為有腐蝕性 一個叫燒鹼 因為溶於水會放出大量的熱 會熱熱的 然後呢 這是一個重點 實驗室常常會拿氫氧化鈉來幫助我們吸收二氧化碳 因為氫氧化鈉會吸收二氧化碳跟水氣 然後潮結 就是看起來有點水 但是又沒有狠水那樣的潮結 然後呢 會形成所謂的碳酸鈉 化學是在這裡 後面的點 10 H2O 那個代表叫結晶水 就是前面的碳酸鈉 抓了十顆水在它身上 那叫做結晶水 叫結晶水 好 所以這件事情你要記得 氫氧化鈉會吸收二氧化鈉跟水氣發生潮結 然後形成碳酸鈉 形成碳酸鈉 製造氫氧化鈉的方式 一個就是電解食鹽水 電解食鹽水 正極會得到氯氣 負極會得到氫氧化鈉跟氫氣 三年級交電解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帶一下 因為現在基本上交的很少 我們可能提一下 這叫電解食鹽水 電解食鹽水 但是如果你電解的是液態的食鹽 結果不一樣 就不一樣 正極的是氯 負極的是金屬鈉 有一個不是很正確的想法 但是國中生可以勉強拿出來用 就是要說我電解食鹽水 應該是要一邊產生氯 一邊產生鈉 可是鈉碰到水會作用 鈉碰到水會作用 我們前面交過了 我們前面交過了 產生一個氣體 什麼氣體 其實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其實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我們的鈉加水會產生一個氣體 ㄍ5號 5號 什麼氣體 我說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氫氣 請坐 所以我剛才講說國中生 我們不是很正確 國中生還這樣想可以這樣想 我應該要產生的氯跟鈉 可是你是食鹽水碰到水 鈉碰到水產生什麼 氫氧化鈉跟氫氣 所以就變成腹疾生成氫氧化鈉跟氫氣 不知道哪一種氫氣 國中生就這樣呼嚨呼嚨這樣寄也OK 反正兩個反應是不一樣的 前面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製造氫氧化的方法 電解食鹽水 負極得到氫氧化鈉 然後還有跟氫氣正極得到氯氣 一些事情也起到三年級的時候 在跟各位提電解的狀況 然後這是跟你講實驗的步驟 要把它隔開 怎樣怎樣的 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實驗操作方式 我們基本上國中也沒有這種什麼 透水隔膜這種東西 那個本證就是知道一下OK了 好 這是用途 做肥皂 這個是後面的重點 有機化而物 應該是第三次斷考範圍 的重點 怎麼樣做肥皂 人造纖維會帶一下 稍微帶一下提一下 OK 紫薑跟煉油我們是沒有提的 沒有提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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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